欢迎来到每日一字 今天看雅各书四章四节 你们这些隐乱的人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这个为友在希腊文是弗利亚 弗利亚它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是一个的亲吻 是一个的认同 是一个非常亲密的 因为这个的亲吻 是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才会的 在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的人 他已经回到世界当中 已经是熟悉到是变成family 跟世界是家人了 就是这么样子的 当你是这么样子熟悉的一个态度 就是人家认不出 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 这就会出问题 因为当你是与世界为友的时候 你就是与神就成为了敌人了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 到底会不会太舒适 如果你觉得你在某一些的环境 你都非常非常自在 那我就要提醒 要小心一点 愿意以世界 是成为世俗为友 那你就是与神为敌 不要活在一个的生活当中 你知道是神不喜悦的 希望这个对你们有帮助 每月一致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